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医师在过去几周的直播都有解释关于疫苗接种的问题 张医师多次解释说 疫苗是提炼出来的 多数含量性质 而且 疫苗杀毒是从果下手 不是从因致病 所以 是不正确 而且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更严重的损伤 甚至生命危险 除非是为了工作 旅行坐飞机 或者政府官方的要求打疫苗的规定 原始点都不赞同打疫苗 病毒是圆 戴口罩可以直接避免跟病毒的接触 是对的 如果平时可以多按推原始痛点 把体伤都解决了 那么有缘 无因 是不会产生过 身体也不生病 或有生命危险了 建议平时对于原始点方法生活 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相信跟病毒共存是完全可能的 他这里的提问 我有一个看法 因为他认为病毒是永远存在的 这一点其实跟事实是不符合的 如果它可以永远存在 那病毒不是从现在才有的 我记得在读《伤寒论》的时候 张仲锦也有说过 他们的家族也是因为一场疫病 以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一种流感 那这样病毒感染的 他的家族死了人非常多 好像原文我忘了 大概有三分之二还是多少 张仲锦那个年代的病毒还存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了 在早期我们台湾也有SARS 但现在还有人在谈SARS 它只是一个过程 就举现在的新冠病毒好了 刚开始新冠病毒传染到全球 大家恐慌 然后甚至死亡很多 接下来又发现了 什么南非变种病毒 甚至英国变种病毒 这种病毒又比之前的传染力更高 现在大家在发现 又有一种新病毒出现了 印度的Delta病毒 说感染力又更高 这些早期的病毒 以后还会不会存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病毒 即便你不处理 没有一种可以永恒存在这个地球 大自然它就会去把它整理掉 它都是一波一波的过去 而不是我们要用人为的 把病毒消灭 只是说它在传染的过程中 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 少情聚嘛 然后要戴口罩 那如果过去了 这个病毒已经过去了 就像SARS一段时间 突然间夏天一来 病毒也不见了 那你说病毒是怎么消失的 没有人知道 我相信这些病毒 传染到一段时间之后 也会假难而止 不是用人为的去SARS病毒 那我们面对病毒 应该要有正确的心态 疫苗能不能防止病毒的传染 我刚开始也不敢说的很笃定 但是经过这一次是 全球的大量在打疫苗 但已经慢慢结论也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 打了疫苗之后会不会感染 会 有些人打了两剂疫苗之后 照样还是感染了 这个Delta病毒 那感染了之后会不会再传染给别人 也会 那疫苗既然 不能防止我们被感染 也不能防止我们再传染给别人 那疫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现在打疫苗 唯一能说服大家的就是他接种了之后 你即便感染了 那只是症状会减轻 死亡率会降低 如此而已 英国之前他们也是大量接种疫苗 很多人都接种 比例好像有五六十吧 包括以色列也是 他们最近感染也有 每一天还是很多人感染 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 英国尤其英国 那个感染每一天的人数 好像还有几千还是几万 比原来还没有接种的感染力 还要高 死亡率 他们的统计是确实降低了 只有这一点能说服人 那所以最后英国 他们就开放 病毒既然不可以 我们前面讲它不会永远存在 它会经由大自然的调节 那最后它一定会消失 为什么要大量接种疫苗 这是一个问题 西医的医疗手段 完全对病毒引发的症状 它是束手无策 一定最后他们还是提出了 要打疫苗让身体产生抗体 来对付病毒 这样才会减轻死亡率 医学现在在治疗症状 事实上是束手无策 Delta病毒他们也是一再改口 一剂不能防止 两剂不能防止 第三剂也不能防止 唯一我说的疫苗 你就把它从专家里面各种讨论 他们说话变来变去 但唯一比较肯定的 他们的统计数字是说 打疫苗死亡率会降低而已 就只有这个功能 那为什么西医没办法 这些感染的症状 其实很容易治 我认为都不应该会死 只要他一进来感染的时候 你懂得从体伤下手 很多人死就是呼吸困难嘛 那呼吸困难很简单嘛 一定上背部有体伤嘛 你把压痛点找出来 然后按推 然后大面积的温敷上背部 热源让他进去 他比那个氧气机还有效 立刻那个船就缓解 而不是用外来的氧气机 让他暂时性的 他真正的体伤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还是在啊 热人还是不够啊 那你没有从阴下手 当然这些只是一个方便的方法而已 会暂时让他缓解而已 为什么打疫苗要产生抗敌 来对付病毒嘛 那表示人体本来就有 致抑力跟修复力 他们西医的医疗 就是不谈这一点 所以他们完全对症状 就束手无策了 然后用的类固存 激素抗生素这一类 反而会消耗我们的热人 让病情更加严重 那我们如果知道从阴下手 根本也不会死 那疫苗只是让死亡率降低 那我们是根本处理得当 就不应该会死的 那既然只是怕死亡 那原始点从体伤 从阴下手更不可能死 那疫苗的存在 已经变成没有意义了 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病毒属颜 根本跟治疗是无关的 也就是西医从一开始 他们的诊断是真的出了问题 我们医学的目的是要解决疾病 但病毒很明显 它是一个感染源 感染源 我们尽量避开 盐一定要避开 而不是要杀死盐 来达到治病 这个是不可能做到 那现在他们也知道 不可能做到 以他们的医疗手段 也做不到 那疫苗也做不到 因为最后能不能够控制病毒 还是要靠我们身体的抗体 所谓的抗体在原始点来讲 就是你给它补充热源 给它改善热能不足 让它推动力正常 来维持我们主持器官的正常运作 那身体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修复体伤 让症状赶快好 它就有办法做到 没有人在杀盐的 就我一再举例 我们坐车 晕车 呕吐 头晕 我们应该是 赶快把头晕 呕吐解决 而不是去再讨论 有路要怎么填平 怎么让它不要颠簸 然后车子的功能要怎么增强 你讲那么多 这些都是盐 盐是不需要处理的 如果从病毒下手 那根本是无解 这个也就是造成全球的恐慌 重点是医学出了大问题 从这一点来看 西医是错得非常离谱 那把全球带进一个思维的错误 我认为这个是基本概念的错误 从因缘果很快就看清楚 二元你只要避开就好 同样病毒你只要避开就好 而不是要SARS病毒 那有症状就是从体质下手 人本来就要学着跟病毒生活 像台湾也是有什么三级 很不方便很多店家都倒 那到底是要病死还是饿死 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如果他不会死 就没有这些问题 那你该避开的 你避开 这些恶言我们避开 但不是要去杀病毒 如果哪一个政府敢说 这个给原始点来接 把一感染 所有的不管轻症重症 然后原始点 整个拍实况录影给大家看 怎么处理 那这些病人有没有效 马上答案就清楚 医学不用讲太多 做出来这个才重点 那原始点一路都是做出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蛮有自信的 他们本来就已经说疫苗 打了还会感染 还会传染 那还会得到症状 那唯一就是死亡率会减低 那你打到所有群体 群体都打 你还是会有感染啊 最后的答案就是 你的死亡率会减低 那跟你提高百分之五十六十 七十八十九十又有什么意义呢 简单讲这些九十就是因为满足恐慌嘛 没有办法解决症状 如果症状不会死 干嘛要八十九十一直加上去呢 然后造成民众好像要变成靠疫苗来活下去 但问题疫苗你打一剂很寒啊 有些人第一剂没有感觉 第一第二剂副作 严重的副作用就出来 因为身体进一步更寒 然后如果打第三剂那就更危险 那你一辈子都要靠疫苗吗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病毒啊 这永远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照西医现在的思路 我认为是不可能解决的 唯一能解决的 现在我看来看去 这是原始点 而且原始点又是直接做出来 我们也做过几个案例啊 都成功的啊 你一感染到不管年轻的或老的 你懂得要从热源下手 然后不要吃寒凉的 怎么会会有死亡呢 然后呼吸困难 赶快按推上背部啊 赶快温敷啊 马上症状就缓解了 问题患者没有这样的知识啊 所以然后西医又束手无策 然后最后又寄望在疫苗 所以我看很多新闻评论到最后都说 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疫苗上 怎么会是这样呢 然后现在全球好像全部都被洗脑 包括新闻媒体的一些专家 提出来都是希望在疫苗 那疫苗最后的结论又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民众要自觉啦 好那我们这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张医师好 我是护士 每周有看直播学习原始点 我知道 现在全球各地的民众 都期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有很多人拿不定主意都会问我 民众的认知是通过接种可以防止染疫 但又害怕接种可能会有副作用 也有很多人反应 怀疑研制速度太快 新冠疫苗是否真的安全 而且病毒一直在变异 现在打的可以维持多久 可否请张医师就这些问题详细适宜 也告知打疫苗前可以做什么防范措施 谢谢 疫苗到底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吗 还是属于保健的范畴 我们先来把这个问题先厘清一下 那我们说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因为保健一定要以改善热能不足为主 很显然西医药全部都是含量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它一定没有保健的功能 那治病它有分两种 一个是医疗的手段 一个是保健的手段 比如重病是以保健为主 然后医疗为服 医疗就是包括按推找开关按推 那保健就是以外内热源 甚至还要配合运动种种 疫苗呢一定不属于保健 这个很明显它是极寒的 你看辉瑞它说它要保存的时候 温度要72度以下那个是很寒的 才能够保持它的成分不变质啦 其实这么寒的 你拿出来直接打到身体里面 怎么会有保健 第一个肯定严重消耗热能 那我们来说它是不是属于医疗 医疗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它可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那为什么打疫苗 不能解决你的症状 习也说疫苗对症状是无效的 因为热能极度严重消耗的时候 它就会加重体伤 然后导致症状 这是毫无疑问的 它既然不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解决症状的目的 这个怎么会是医疗 而且医疗一定是要快速的 疫苗简单的讲 从我们严格的定义来看 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但西医又创造了一个说法 打疫苗会产生抗体 有了抗体将来 这个病毒引起的流感 你就可以预防它 即便得到了症状也会减轻 他的理论是这样 医学是要解决疾病 而不是要解决病毒 对这个病毒有产生抗体 你就不会得到 原始点已经证实了一件事 所有的症状都是体伤 才导致的 病毒属盐 盐不会直接导致果 盐一定要影响因 因受了改变之后 它才会产生症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医说 有些人检测出来已经感染了病毒 但却没有症状 很显然有没有症状 是由身体 主治器官运作 有无失调 来决定 而不是由病毒来决定 病毒只是一个盐 我们认为一个疾病的产生 一定要有盐 有阴 阴阴和阴才能产生果 我之前常常说 有人会坐车子会晕车 他会晕车 会头晕或呕吐 他头部一定有体伤 或上背部一定有体伤 如果背部有体伤 他才会呕吐 那如果头部有体伤 他才会头晕 如果他头部跟背部都没有体伤 那你车子再怎么放 那你也不会导致症状 所以不要太强调说 坐车子就一定会 头晕会呕吐 如果会 那为什么很多人坐车子 都没有症状呢 而有一些人就会呢 这些人就是 他已经之前就有体伤在 体伤就是阴嘛 疾病之阴 那现在有阴又有炎 那因缘合合 果爆就现前嘛 有些人风一吹 关节就在痛 如果说风吹 关节就会痛 那为什么很多人风吹了 关节也不痛呢 风一吹消耗热能 然后加重体伤 原来体伤就会导致症状了 疫苗 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有问题的 你打了疫苗 就说人改变 但他会消耗热能 造成体伤 怎么会对症状有帮助 所以这就是西医 为什么 他们知道打疫苗 是不能解决症状 他不是属医疗 那他说如果人治胃病 那治胃病 好像这个又是保健的工作 原始点的医疗 却可以达到治胃病 这个是有史以来 医学第一次突破 原始点可以在 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痛点来 那你找出痛点把它按推了 即便他没有症状 你就可以把疾病消弭于无形 因为他有体伤嘛 那有体伤他正在等眼 比如风一吹来或情绪一变化 或是劳累啊消耗热能 然后让原来的体伤 再进一步恶化 他就会产生症状 那你把体伤找出来之后 立刻解决他 不就是达到治胃病了吗 这个疫苗可以产生抗体 而这个抗体 可以针对这一个流感 他们同样病毒的就有效 但如果不同病毒的 他就没有效了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原来你在治胃病 不是一般的胃病 原来你只是里面的 一个流感的一个小问题 有些虚弱者 他一打下去症状就出来 甚至死掉 为什么人家说打疫苗会死 在我看法会死就是没有热能 很多打完之后 肌肉疼痛发烧啊 疲倦啊 甚至全身皮肤痒啊 这些实有所闻 那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寒凉啊 什么时候人打 除非你体力很好 就好像体力很好 你吃一点寒凉也没有问题 我就曾经亲眼看 我的亲人啊打疫苗之后 我叫医生说 他身体这么寒不能打 因为他在夏天还要穿长袖 我说打了一定会出事 他们说不可能的 那个千万分之一 西医常常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服 千万个只有一个啦 不会刚好是你 结果打下去 几分钟后 我的亲人就 马上倒下去 然后开始心脏 他说心脏快停止了 西医马上很紧急的 叫医生赶快联络 送到急诊 然后方程一团 我看他们是没有办法救的 那时候我当下 我就说你们都不要动 由我亲自来 然后我赶紧 帮他按上背部 先缓解症 我知道这个绝对解决不了 因为他已经在发抖 赶紧拿被子 看有没有电热器 赶快用这些温敷 最后经过差不多半个小时 才把他解救过来 所以整个过程 我是清清楚楚的 别太相信他们的统计数字 也就是打了疫苗 说有几个会死 几个会病 几个 然后他们到最后说 死的都跟打疫苗无关 那文国无关 我明明亲眼看到 他们说 这个疫苗是非常安全的 结果呢 在我眼前就演了这一场戏 花了这么大的钱 去制造含粮的 然后来要达到自卫病 因为如果从原始点 那很简单啊 如果原始点已经发展到 可以自卫病 那你要预防疾病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知道新冠病毒是 从脸部的这些蹊跷进来的 你就是先把头部体伤先按好 只要没有体伤 没有阴那即便有恶炎 阴炎不能和和 它就不会产生果 也就不会产生疾病 我们炎尽量要避开嘛 那如果避不开 万一得到阴我们已经解决了 它是不会有症状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安然度过 这个头部体伤 还有上背部体伤 都按开 然后加以温敷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安然度过 刚刚这位富士在问 害怕的问题 我就讲了 这些副作用是确实很多 因为很明显 大部分人都会有 只是轻微跟严重而已 那完全无动于衷 那这个人的体质特别好 好到他根本恶炎来了 然后他也无动于衷 那就是代表他怎么样 阴很好 也就是体质很好 他既没有体伤 也没有热能不足 所以他就可以安然度过 还有他在怀疑说 研发速度快 疫苗是否安全 在我的看法 他是含量的 怎么会是安全呢 等于你在打的时候 就已经先受含量 对于炎 我们有讲过一句话 恶炎一定要避开 也就是要避开 伤身致病之炎 新冠病毒是 善炎还是恶炎 一看就知道 含量嘛 怎么会是善炎呢 怎么会是安全的呢 不是因为研发 因为从一开始 这样的研发 就已经有问题了 然后他说病毒一直在变 现在打可以维持多久 好你打病毒 会产生抗敌 而且只是针对的 你这个病毒 对其他病毒也是无效 所以变毒变异了 是否还有效 这个也是会让大家 产生一个问号 那你看 花了这么大的资源 还有那么多的人力 去研发 还有要耗掉很多的时间 结果研发出来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嘛 从治疑病或自未病的角度来看 都不能从阴下手 不能直接解决症状 就有问题 而且他是解决炎呢 那我们治病不是在治病毒的 我们治病是要解决症状 所以我认为从一开始 方向就是错误的 如果有些人因为工作的问题 公司规定一定要打 或是像现在也有人 出国一定要打 在无奈情况下 你就要先做好几件事 第一个那你先把一条脊椎 还有头部原始点 痛点先找出来 按推 然后加上温敷 然后平常开始锻炼体力 也就是一定要运动 然后饮食一定要温热饮食 如果你身体很虚有 千万不要打 那身体已经很寒了 你又去打 那很多就会出事了 如果你能够事先预作准备 把伤害减到最轻 即便打也不会有事 病毒在流行的时候 你就懂得要避开这个炎 比如说戴口罩 他远离人情 自己在家里也懂得 去按推温敷 你都做到这样还被感染 那也不用怕 因为你事先已经预防 因已经改善 那有炎无因 它不会产生果 好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这是疫情的 就还行 效果 了 虚未 Bolt 谢谢观看